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讲解了一下 怎么去把那个数据 从中的那个杰斯文件当中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现在我们只不过是爬取 第一页的那个数据 那么我们怎么就爬取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的这些数据呢 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本几个要解决的一个人的问题 好吧 好 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拿到一页当中所有的那个段子 那么拿完所有的段子以后 我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要去请求下页的数据 对 那么下页的数据 我在这个里面 来 我这里放 我是不是只要找到下页的这个链接 然后再来 再让它去爬取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 所有的话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提起下页它的这个链接 好 那么下页的这个链接的话 它其实是在这个什么呢 P-A-G-I-N-A Pagination 这个里面的最后一个立标签 最后一个立标签 对 最后一个立标签 最后一个立标签里面的这个A标签 代表的就是下页 代表的就是下页 但是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 如果你是已经到达了第13页 如果你现在是已经到达了第13页 它现在这个地方总共是只有13页 如果你已经达到了第13页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最后一个立标签 就是什么呢 就是13页了 所以的话你就应该要做一个区分 对吧 首先的话你应该取到第最后一个立标签 找到这个立标签以后 你看一下啊 这个里面 这个 这个地方啊 这个里面它的这个四边标签是不是属于下页 如果是的话 那么你再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立标签里面这个另一件对不对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你就要去 你就不要去再返回数据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们接下来啊 来到这个地方来写啊 那么我们在这个pass这个行数当中啊 因为我们啊 每次去拿到这个数据以后 我们就把它给 如果我们直接return哈 只我们统一直接return这个admins的话 那么就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不能在这个里面去请求下一页的那个数据啊 所以这次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改成那个yield啊 改成这个yield的话 他就不会把这个函数执行完成 他就只会返回当前的这个item啊 只会返回当前的这个item啊 好 那么返回所有返回当前这页面所有的item以后 接下来我在这个里面再去找到下一页 他的那个链接好吧 好 那 next 那个 呃 ur啊 是等这个东西 等这个response点 那个xpass啊 然后这里面我们来找到 呃 他是在这个ul class 就等于pignation这个里面对吧 可能叫c啊 然后的话来到这个里面来 呃 力标签啊 ul标签 然后的话这个class是等于这什么 等于这个东西啊 下面的力标签 然后的话我们要找最后一个对吧 最后一个啊 那last啊 找最后一个 然后再找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找到最后一个 他的那个 最后一个里面他的这个 来 我们先来找到12页啊 现在找到12页啊 好 来 鼠标选中这个啊 好 找到最后一个力标签啊 找到最后一个力标签 又再找到这个里面的这个a标签 对 里面这个a标签啊 好 来到这个地方 下面的那个a标签 下面的这个什么的hif属性啊 给get 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那个呃 那个标签里面的那个ur了 对 好 那么我们也换了if 什么呢 if not 啊 last ur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就直接返回 对 如果有的话 那么eld啊 再来去 再去发送另外一个请求 对不对 再去发送另外一个请求啊 发送另外一个请求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发送另外一个叫做scribe下面的这个啊request一个载啊request这个类啊 这个request这个类的话里面有几个仓数需要注意啊 第一个的话就是ur啊 这个的话毫无疑问 就是你要向哪一个啊 面接发送请求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就是callback callback代表的是啊 如果请求回来以后我需要执行什么样的行数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呃呃那个naPhone结顿呃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给一个什么呢 给一个那个callback啊callback是这个设定 pass啊 还能执行这个方法 还是能执行这个pass方法应该 Denis 行这个pass方法应该 1000 就是一个这样的方法 那么我们就让他 在直接回车以后 就直接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明明是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走一下 为了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为了爬几的速度 不要那么快 说的话我就在这个setting子里面 把这个东西把它给打开一下 就是说下载延迟 我让他一秒钟 就是一秒钟就停停下 在下载之前等待一秒钟 这样的话下载速度就没那么快 大家写爬准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说不要把别人服务器搞垮了 对吧 不要把别人服务器搞垮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运一下 好 排床结束了 是吧 这个地方是 现在我们匹配到的 因为现在好 我们获取到这个ul 它是只有后面这部分 对不对 它前面这部分是不是没有 对对 那么我们在发送一个请求的时候 我们先要把这个整体的这部分 先把它给拿过来 然后的话再把它给拼接在一起 好吧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是来到这里 这个地方我们定一个变量放在这个里面吧 Base DOMIN 就是基本的这个域名 等于这个东西 12号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就是self.base DOMIN 再加上这个什么呢 再加上这个nest的ul 好吧 保存一下 然后再来执行一下啊 好 这样的话就是再等待一秒 继续爬 爬一页的啊 走过等待13秒 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把它给爬完了 对吧 应该是啊 好 这样的话我们呢 爬中就结束了啊 爬中就结束了 对吧 总共爬直到的第13页啊 总共爬直到第13页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他是总共是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数据 对吧 总共有这么多的数据啊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 呃 这个东西啊 就先讲到这里啊 这里面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就什么呢 就说如果啊 呃 如果你这地方不是定一页的 如果是直接定用这个return的话 他就会马上在那个行数直接执行完成啊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就是可以使用这个一二的哈 一二的话就是说返回单情的这一个请求啊 返回单情这个请求啊 返回单情这个请求啊 返回单情这个请求 那么我们引擎拿到你这个请求以后 接下来他又把这个请求放到那个啊 任务调度里面去啊 就是放那个消息对电里去啊 然后再次去请求 再去发送给那个下载器 再次让他请求 请求回来以后 这个地方你又给他指定这个下载器 不是 不是下载器啊 是这个回调是等于这个self的pass 那么的话他又会把这个请求的结果传给这个pass 然后的话传给他 然后的话再来执行啊 一个这样的访问循环的议论的结果 好吧 访问循环的结果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啊 多次请求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好吧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